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诗诗记》19章1到15节 我们之前谈到 《诗诗记》有一个特色 它有双重的引言 那么也有双重的结论 从19章开始 是第二个结论 两个结论当中 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作为衔接 这里面都谈到 有一位立位人 我们知道立位人 在以色列当中 他们的信仰教导 祭祀的参与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提到立位人的败坏堕落 那更可以看到 整个以色列 整个的败坏跟堕落 我们先进到经文里面来 19章1节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在结论我们不断会看到 这一句话 当然这句话也等于是 引申提到说 个人行他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时候 他们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可是对上帝来讲 却是邪恶的事 却是败坏的事 有住以法连三帝 那边的一个立位人 这个立位人是住以法连三帝 取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 后面提到这个立位人 他是从以法连三帝到犹大的伯利恒 前面那个立位人呢 是从犹大的伯利恒到以法连三帝 所以他们等于是相反的路径 他取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 这个当时候多妻或者娶妾 是在当时候就蛮普遍的文化 不过我们心里面仍然会觉得 在摩西的教导里面 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不是这样的 是一夫一妻 所以这里也暗示了某一种世俗化 也就是一般的以色列人 甚至立位人祭司都一样 都没有真正的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行 妾行迎离开丈夫 回犹大的伯利恒 到了傅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 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 用好话劝她回来 这里提到说 这个妾行迎 细节当然不清楚 那就离开丈夫回到伯利恒去了 这个立位人要回头去把妾找回来 所以学者认为 这个行迎很可能不一定是真的 跟别的男人有亲密的关系 因为当时候的律法是 行迎的话用石头打死 当时候的女人的地位很低 从后面看我们就会更理解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不过当时候普遍认为女人 她就是财产 何况她是妾 她比妾的地位更低 所以很可能这个 行迎指的是夫妻吵架 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就翻译说 发了一顿脾气 就跑回自己的父亲家里去 如果真的是行迎的话 这个立位人从后面我们看来 他的手段那么残忍 不太可能再回去把他找回来 他大可也在取另外的妾 如果他是这么败坏的一个立位人 他只是想要有一个在情欲上面的满足的话 所以学者认为 比较可能是跟这个立位人有一些冲突 然后他就离开丈夫了 回去找自己的父亲 那住了四个月 这个时间有点长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没有交代 但是过了四个月后 丈夫有妥善的预备 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 两匹驴去见他 用好话劝他回来 要去劝他回来 女子就引丈夫进入妇家 他妇见了那人 便欢欢喜喜地迎接 当时候的文化里面 嫁出去或者离开 就是进入婚姻的女孩 女儿又回来的话 基本上是一种羞辱 那所以他得好好生地 来接待这个立位人 相信这四个月 这个女子的父亲 心里面一定也是很忐忑 那结果看到立位人 是要用好话劝他回来 欢欢喜喜地迎接 松了一口气 那人的岳父 就是女子的父亲 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 原则上住三天是 在当时候是标准的时间 以色列人有一个接待的文化 好客的文化 所以整个摩西五经 我们会看到 如果有人在路上 他们遇见了 就必须邀请他们到家里面 就是他们有这个习惯 三天是标准的时间 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 到第四天 所以这个作者在描写的时候 就前三天就不写 因为前三天是 本来接待客人的 基本的这个时间 第四天 那就要写了 立位人清早起来要走 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 请你吃点饭 加添心力 然后可以行路 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 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 请你再住一夜 畅快你的心 这里提到女子的父亲 很热情的接待 又再把这个立位人留下来 这已经超过了 原本接待的习惯了 到这里读者可能还不是太清楚 继续第八节 到第五天 他清早起来要走 女子的父亲说 请你吃点饭 加添心力 等到日头偏息再走 于是二人一同吃饭 等到日头偏息再走 学者认为这里应当是翻译上的一些问题 不太可能 这个父亲要陷害这个立位人 因为还带着自己的女儿 不太可能说到日头偏息再走 因为当时候没有什么路灯的 黄昏或者晚上在山路这边走是很危险 所以他应当是说 请你吃点饭 加添心力 那个话应当到这里 等到日头偏息再走 是编者家的注解 等到日头偏息再走的翻译应当是 他们戳脱到日头偏息的时候 也就是开始出现一些争执 岳父说你再留下来吃饭 那第五天这个立位人想要赶快走了 所以两个人就在那里争执 那也许岳父站了一点上风 他就说那就吃完饭走吧 可是就是在那里争执耽搁了 最后还是到日头偏息了 他们一样吃了饭 可是就是时间就是这样 在争执里面就耽搁了 那第九节 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 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 看啊日头偏息了 请你再住一夜 天快晚可以在这里住宿 畅快你的心 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 这里的家用的是帐篷 所以他这里的表达 其实有点是说 你再住一晚明天早早回你的帐篷去 可是后面讲 另外一位人其实是有个家 这是不是有点贬义啊 那这个女子的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强留立位人呢 我们看这一小段啊 会发现这个立位人的岳父 他的接待非常的热情 可是他的这个热情是让人不舒服的 跟立位人起了一些张力冲突 那为什么这个岳父要这么热情呢 我们可能会认为是不是 岳父好好的接待善待这个女婿 那么女儿回去日子比较好过 当然也许有这可能 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当时候的女人的地位非常的卑微 非常的低 从后面会看到 我们就更理解当时候的状况 从上下文对照后面 基比亚人的那个冷漠 其实作者要凸显的是 以色列的这个接待文化 浩克文化的一个瓦解 浩克文化为什么对他们那么重要呢 因为这个显出来 他们在信仰上的不同 以色列人他们跟其他的民族 在很多层面上不一样 他们有律法 他们有敬拜的忠心 那他们有跟上帝立约等等 那在生活当中的 就是所谓的接待文化 当有同族的人 什么叫做以色列人 就是同族的人来到我们的城 到了城门口 就是城门那个广场 看到陌生人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接待 这是他们所谓的生活日常 有责任去接待 而且你必须保护这个寄居的 这是摩西律法里面非常强调的 因为当时候的旅馆不多 旅社不多 如果没有接待的话 等于就是一种杀人的意思 就是你任人在荒郊野外 遭遇这个盗费或者是野兽的侵扰 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件事情 而这个东西去联系了整个 以色列彼此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们身份的认同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接待不接待而已 按我们现在理解 有陌生人在社区门口 没有人会想说去接待 接待的人反而我们会觉得 哇他很特别 这个是我们文化不同 所以我们在理解上就不是那么清楚 可是在当时候的人看的话 他们会知道 这个其实要表达 整个接待文化的瓦解 他所代表的是什么 是代表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 有一个矛盾 有一个冲突了 这里所反映的是 这个岳父岳界的超过的热情 那他那个热情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并不是真的爱他的女儿 他也不是真的爱这个另一位人 因为他在讲话里面有点贬义 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 明天早早起行回你的狗窝去吧 那个家是用帐篷 那你知道立位人他有仆人 他还有妾 所以他基本上应当不是太寒酸了 那墙流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因为立位人在当时候 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算是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那现在有一个立位人在我的家 所以这个岳父算是有面子 而且在这个家里面 我做主啊 我是主人 我的地位是比你高的 你要听我的 我还是你的岳父 所以这是反映了一个 浩克文化的滥用 原则上是三天 三天之后你应当祝福 让他离开 当然不是说没有特例 而只是说这里要表达的是 这个岳父 他的墙流是出于自己的需要 好面子 而不是真正的浩克 所以说这个浩克文化的瓦解 对照到明天的进度 我们就会更清楚了 第十节 那人不愿意再住一夜 你就可以去理解 为什么立位人不想再住一夜 如果是我们 也不敢啊 也没有什么好急的嘛 那都已经那么晚了 而且天黑了 走路不方便 岳父对我那么好就再住一晚 可是他不愿意 显然是有心情了 显然是觉得不舒服了 所以宁可冒险他都要走 那人不愿再住一夜 就背上两批鱼 带着妾起身走了 来到耶布斯的对面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为什么称耶路撒冷为耶布斯呢 因为当时候耶路撒冷 里面的人还是迦南人 耶布斯人 所以他们是以耶布斯人 来称呼这个城 这个城都是耶布斯人住的 所以就叫做耶布斯 那这里大概是走了十公里 就伯利恒以北走了十公里 我们所附的地图上面 你会看到这个相对的位置 临近耶布斯的时候 日头快要落了 耶布斯呢 大概离伯利恒以北 大概伯利恒北边十公里左右 大概要走两个小时 所以很可能 他们离开的时候 是下午三点钟 那走了两个小时 到了耶布斯 临近耶布斯的时候 日头快落了 就五点钟 仆人对主人说 我们不如进 这耶布斯人的城住宿 主人回答说 我们不可进 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 不如过到基比亚去 基比亚还要再往北 走大概五公里 又对仆人说 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基比亚 或住拉玛 拉玛又在基比亚再往北三公里 他们就往前走 将到汴阳明的基比亚 日头已经落了 应当时至下午六点钟 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 就坐在城里的街上 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 这里就有一个对照 这个岳父很热切接待立位仁 看起来是爱女婿 不过比较多是自己的自私的层面 那到了基比亚城 却没有人要接待 显出了基比亚的这个冷漠 整个的这个叫做浩克文化 接待文化的瓦解 也代表着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 跟他们信仰的整个世俗化 就显不出以色列人的身份的特殊 显不出那个分别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在这里其实作者埋了一些伏笔 比如说这个立位仁 还是坚持要离开了 就感受到他跟岳父的张力 而且是傍晚的 日头偏西了 我们预示到 感觉前面好像有点危险 真的要那么晚赶路吗 果然到了基比亚 他们坐在城里的街上 无人接他们进家族所 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画面 他们到了 然后晚上在那里 结果人来来去去 然后没有人在留意他们的需要 所以这个代表着整个以色列的族群认同 已经瓦解 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这个认识 或者说遵守 其实跟外邦城一样 他在反讽 他们去到叶布斯 搞不好也是这样状况而已 可是更惨的是什么呢 明天的进度里面就提到 后来有一位老年人接他们进家里面 结果不料 就有一群匪徒就进来 围住房子 二十二节说 对房主老人说 你把那进你家的人逮出来 我们要与他交合 这个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那个立位仁 指的是那个男的 他要跟这位男的交合 不是以色列的城吗 怎么会这么败坏呢 怎么会这么堕落呢 这个画面让我们想到什么 想到创世纪十九章 罗德的故事 对不对 在创世纪十九章 也有相同的故事 那个时候呢 在索多玛 有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 罗德接待他进家里面 结果到了 这个晚上 有人就 这个 整个索多玛的城里的人 连老代哨 连老代哨 都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德说 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 在哪里 把他带出来 认我们所为 所以读者会很快联想到 创世纪 索多玛的故事 在这里要表达什么呢 立位仁 他还做了一点 对的决定 他那时候按着他们的信仰 我不应该去到外邦城 我应当进到 以色列 自己人 那结果呢 没有人要接待他 而且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基比亚城 就像索多玛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心里面实在是很伤痛 从这个后面的经文看起来 因为后面 后来发生了这个战争 那整个十九章到二十一章 出现的名字只有一个 就是在二十章的二十七二十八节那里 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前面提到摩西的孙子 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那个年代是亚伦的孙子 所以是差不多那个年代 过了三代 以色列人就堕落败坏 到像索多玛一样了 这是作者的一个表达 表达出来说 这座城就是像当时候的索多玛城一样 一样的败坏 而利亚人到底是选对了还是选错了 他以为他选对了 没想到后面发生了更大的悲剧 求神怜悯 其实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他要表达的是以色列不以色列了 前面我们讲以色列人的信仰认同 是他们与神立约 他们有共同的律法 他们有相同的血脉 但是在这里作者要表达很清楚了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也不顾自己的血脉了 他们也违背了与上帝的约 他们也完全不遵照摩西的律法 整个的败坏 而且这个的败坏是从利亚人开始 而且从宗教到他们每天的生活 这里讲的就是生活 全面性的败坏 全面性的瓦解 我觉得四世纪的作者 他很厉害的在于 他通过一些故事 把以色列信仰的轮上败坏 很清楚的彻底的呈现表达出来 求主怜悯光照 我们每次在看的时候 心里面都是很沉重 整个以色列可以在那么快 堕落到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像罪恶之城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的教会 现在复兴吗 可能很兴旺 可能很复兴 我们自己的家呢 可能很兴旺 可能很复兴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点什么 让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庭 世世代代的敬畏神 是一个敬虔的家族 让我们的教会呢 世世代代的 是一个敬畏神 侍奉神 讨神喜悦的教会 堕落可以很快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些故事 摩西才死了多久 约苏亚才死了多久 以色列就全面的败坏 堕落了 求神怜悯 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 堕落败坏成为索多玛 成为厄莫拉 成为罪恶之城 主啊 我们心里面不生唏嘘 我们总觉得 怎么会 怎么会这么样 就败坏了 怎么会 就这样 整个与神立的约 就失去了 主啊 求你灵命 我们 借着这些故事 也来提醒我们 我们现在 看起来敬虔 我们的家 看起来 侍奉你 整个教会 看起来很兴旺 然而主 不要让我们自满 不要让我们骄傲 求你让 求你借着这些故事来警惕我们 让我们更可以努力 做些什么 在信仰传承的事上 在信仰教导的事上 在真理建造的事上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努力 求主怜悯 是恩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